光看私服有什么意思,要说杨幂这一年穿过的礼裙何其那才叫一绝呢?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,杨幂就顶上了戴货女王的头衔? 从一道裤再到鞋,凡惊她穿过以后,绝对成爆款 可今天我就偏偏不说她的私服,购任性不? 一起来瞧瞧这位戴货女王的礼服如何? 甜美,虽说是生了女儿叫诺莉,可杨幂的少女感觉是丝毫未减 身穿粉色无袖连衣裙出席活动,既优雅又甜美 一席不规则连衣服上身,连裙身印花都是爱你的形状,你说甜不甜? 先连,某台的跨年晚会上,杨幂深注一席George's Holika蓝色仙裙,从座主鞋铅花从出现到提笔展示硬笔书法,似乎是四海八框第一美人又回来了呢? 经典色,身穿Shame欠色连衣裙的杨幂,高扎马尾大方鹿额头,不过还是这双筷子腿更抢劲 杨幂穿起黑色连衣裙,别有一种小女人气息 不论是常规款还是一字监款,总是十分性感和魅惑 混搭,都知道今年大兴格子元素,可能把T恤和格伦群混搭于一身,且又穿助走红毯的,大概只有杨幂一人了 金属色,一袭斑门金属银连身裙上身的杨幂,更显高级感十足 鞋尖的版型设计也是绝对够时髦 同样是金属色,杨幂穿起金色亮片薄纱黑裙,可是相当性感和霸气 好,说了这么多大秘密的礼裙,最贵的也该压轴出现了,这套QRail手工刺绣礼服,全是经典黑白配的同时,价格也很是美丽,60万有 说来说去还不是羡慕人家大秘密又颜又有钱,话说你最喜欢杨幂的哪套造型呢?